台中是一辆载着伤患的救护车 行进一出路口时 遭小轿车给撞上 小轿车的驾驶受伤 但是其他人员还好没有大碍 另外呢在彰化 有一名男子疑似酒驾 行进路口时自撞了电线杆 然后又撞上路桥护栏 整个人摔出了车外 掉到雪沟当中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小轿车好端端的突然失控 先撞路旁电线杆 接着继续往前冲到对象 撞上路桥护栏后 小轿车倾斜 一半悬空遥遥欲坠 驾驶直接从车内飞倒车外 掉落在水沟内 经乡人员货报前往驾驶头部撕裂上 左手骨折还好意识清楚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18号下午1点多 53岁夜姓男子疑似酒驾 行进彰化涌经乡涌坡路时 突然失控次撞 幸好水沟内水不深 送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突然他确认他是一式清醒的 驾梯让他可以上买 他驾驶酒色超标 已经涉及共工和行罪 救护车再送伤患也出了意外 这是发生在台中市 透过路口监视机画面可以看到 当时救护车铭底准备经过路口 所有车辆都停下来礼让 突然右边一辆自小客车冲了出来 拦腰撞上救护车 巨大的撞击力道 小轿车车头全毁 救护车失控往前滑 车身严重受损 还好驾驶跟车上伤患没有大碍 倒是51年次的小轿车 黄姓驾驶 胸部及手部受伤送医 驾驶没有酒驾 疑似为离让救护车酿货 详细的车祸原因及责任归属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董事宽